我们要补肾气补肾精很重要 那有没有什么药材 或者说也是平时大家都能够用得到的 它又能够补肾阳 滋补又能温补 药材它要汁比较多 就是液体比较多 而且比较粘 它就不是一般的水分 它就可以补到精 第二个呢 中医讲的四气五味的气来讲 它属于温的 这两者就可以达到 比如说像熟地肉虫绒 李时珍讲的骨儿不俊 但是它不是很猛 比较温和 比较平和 比较从容 所以叫肉虫绒 它能够提高生殖的这方面的能力 第二个呢 对于老年人肾精比较亏损 它的精液比较虚少 就容易缓成便利 那么肾的四二便 它管住在这一块的功能 所以肾又为位置观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常用了这个肉虫绒 来治疗老年人的便利 效果比较好 它用了以后它就很聪明了